小杂鱼 也叫小银鱼 小银鱼 你们见过吗 没见过吧 大姨小的时候 就是吃这个 小的时候 没有钱 然后我们就自己去逮 去河里逮小鱼 吃 不许牵手抓 大姨这买的啥鱼啊 这也是小杂鱼 这小银鱼 因为这个刺很少 就是一根主刺 这多少钱一斤 这个15一斤 还不贵呢 比较便宜 在天津好吃这个东西 对 鱼鱼什么的 这个小鱼啊 不用开内脏 就直接把脏东西挤出来 还有哭胆 都出来了 其实里边肚子没有什么东西 但是也就需要清理一下 哈哈哈哈 这个又哭胆 把它给它挤出来 这挤一下就干净了呗 对你看全出来了 确实挺方便 对对对 你们俩别动手抓哈 太新了 对 很新啊小鱼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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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去腥 啊葱姜料酒去腥 对 抓均匀 放点八角干辣椒 对 葱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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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点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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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放点鱼就可以 然后不能搅 一搅就容易碎 把锅盖盖上 然后炖十分钟 这个时候就开始放盐了 出锅咯 像这个小肉柜一样 是吧 嗯真香的 大姐做的美味的红烧小鱼 就做好了 我是秀丑娘 喜欢我分享的视频 就帮我转发吧 谢谢大家 明天见